民间相救国团长期以来热衷公益帮助弱势 在许书筑会长卸任后 由谢秋敏女士接任会长 她也表示会秉持着勇于挑战不畏惧的心 带领救国团团委会的成员们 持续进行各项公益及关怀弱势团体活动 民间团委会是一个公益团体 平常就是帮那个弱势的群体服务 还有社区关怀之类的活动 那今天我自任会长 那我也将秉持着挑战 以及不畏惧的心 以快乐做公益 然后这一理念带领我们的团队 有热情 然后有冲劲 有活力的继续参加公益活动 当天救国团集集团委会会长 县议员陈昭玉也特意到场祝贺 也希望日后与民间救国团 能够进一步的合作 互相学习并造福社会 民间救国团团委会 新就任的交界典礼 今天在我们民间乡活动中心 来盛大的举行 我们看到各界的一个祝贺 就知道说 民间团委会过去这几十年来 在各界的一个耕耘 呈现起后的用心之下 对我们社区的一个志工的活力的 一个注入不予余力 所以赵玉今天特地以我们 集集团委会会长的身份 特地来观摩来取经 希望我们彼此之间 都能够有更加的一个合作 救国团南投县团委会总会长 县议员刘昊 也肯定许素租会长 过去为社会公益的贡献 并期待未来谢秋敏会长 能让民间救国团越来越好 让救国团这个大家庭 能为民众持续来服务 那过去来讲素租会长对于地方上面的一个用心 是受到大家肯定 包括他在明天套委会过去的付出 举办许多弱势的关怀 跟许多公益的活动 大家都肯定 未来来讲也期待秋敏会长 透过一些新著名的一些活力 一些想法以及特色 能够让我们民间救国团更有活力 也同时让我们南投县的救国团这个大家庭能够更好 那也期待我们救国团这个大家庭 持续为南投县在各个乡镇 还能够为大家公益的心来讲 做更多的服务以及努力 新任民间相救国团团委会会长谢秋敏 备受各界期待上任 也期许他能够秉持着救国团精神 带领民间救国团团委会 在地方上为民众做更多的付出与协助 记者邱平俊民间采访报道